部门南韩当局要进行医学院的扩大招生计划 有六千四百多名的实习和住院医师 昨天集体请辞 这也迫使在首都圈的五大综合医院进入到紧急模式 调整了病患的手术时间和程序 联机诊室也暂停接诊 保健福祉部是以教唆医师集体罢工为理由 威胁要吊搜两名韩国医学会干部的医师执照 南韩全国两百二十一所教学医院 约有一万三千名实习医生 其中有两千七百四十五人 正值于首尔的五大主要医院 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实习医生的请辞抗疫风波一天下来 造成部分医院取消或延后癌症手术 及分娩手术等治疗 还有医院十九号就在急诊室门口 贴出因人手不足暂停接诊的通告 许多疾病与重症患者也因为担心 看不到医生 清晨就赶往医院挂号处排队 有受访者直接批评罢工的医生 是把病患当作谈判的筹码 有为职业伦理与道德 韩国当局以人口迈向高龄社会医疗需求增加 人手不足为由 计划从二零二五年起 医学院扩大遭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学生 相当于一年两千人的规模 但却引起基层医师的反弹 理由是恐将有损医疗教育与训练的品质 而民调则是显示长久以来 苦于耗费大量时间排队挂号的社会大众 无论政治倾向为何 又多达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访者 赞成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 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医疗危机保健福祉部宣布延长九十七所公立医院的营业时间 十二所军医院的急诊室也接受一班大众上门求诊 另一方面还以教唆医生集体罢工为由 威胁要吊销两名韩国医学会干部的医师执照 由于韩国法律明确限定医疗人员罢工的权限 因此警方也警告将逮捕煽动者 公事新闻王宏文编译